欢迎回到小学奥数举一反三一年级的小课堂 我是您的老师天歌老师 今天呢是我们第十一周的内容 找规律画图 那接下来呢就和老师一起去逛一下灯笼展 找一找灯笼展上的灯笼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片上 就是我们去到的灯笼展 为什么这一排灯笼那么好看呢 因为啊他们是按照 对了按照一定顺序来排列的 那我们看一下图片中的灯笼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的 我们发现他们都是按照一个大灯笼和一个小灯笼 进行重复排列的对不对 你看一个大灯笼一个小灯笼 一个大灯笼一个小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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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找到了他重复的规律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想一下 后面的灯笼是不是也按照一个大灯笼 一个小灯笼一个小灯笼排列的呀 老师不太会画画所以就先画一个草稿图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知识站牌 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课堂内容会学到哪些知识点 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会学习到根据啊 规律填数找一找数字之间的规律 同时我们也会学到根据规律画图 找找图形之间他们的规律是什么 同时我们也会学到找位置之间的变化 看一下位置他们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有什么样的规律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会学习到的所有知识点 那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牌例题一 首先和老师一起来读一下题目 找规律接着往下画 小朋友们题目要求我们通过前面四个图 找到他们的规律 然后在空格地方补充上我们的答案 那这一道题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他们前面四幅图片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我们发现其实是让我们找点子的数量 对不对 那我们依次来写一写每一幅图片有几个点子呢 点子的数量是一三五 第四幅一二三四五六七七 那我们来看一下每一幅图片 点子的数量分别是一三五七 那就是让我们找数字之间的规律对不对 那一三五七数字之间的规律有什么呢 是不是每一个点子的数量都比前面一个要多两个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二个比第一个要多两个 第三个要比第二个多两个 第四个要比第三个多两个 那我们来猜猜 第五个空格上面的点子的数量应该要比 对了要比第四个多两个 那多两个应该就是有九个点子对不对 那我们就画出九个点子 那第六个要比第五个也要多两个 所以比九多二就是十一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不是十一个点子呢 那这样呢我们就找到了规律 并且呀画出了空白的横线上应该有的点子的数量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举一反三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最后一个方格中应画几个樱桃 题目里面给了我们四个方格 方格里面前三个都是有了樱桃了 我们要根据前面三个格子里面樱桃 来画出第四个格子里面樱桃的 对啊应该画樱桃的数量 所以我们就要观察前面三个格子里面樱桃的数量分别是多少 而且要观察之后要分析出来 它们是以什么样的规律啊 变化的正确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有两颗樱桃 第二个三个樱桃 第三个四个樱桃 我们发现对了樱桃的个数是一次增加一个的对不对 第二个方格中的樱桃比第一个要多一 第三个要比第二个要多一 那空格处里面我们樱桃的数量呢 就应该要比第三个方格中的樱桃的数量要多一个对不对 那我们一起来画一画是不是五个樱桃啊 那这样呢我们就通过观察樱桃数量的变化呢 找到它的规律 并且啊完成了这一道题目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王牌立题二 画出盒子里串的三颗珠子 小朋友们我们看一下 题目里面给了我们一串珠子啊 但是呢中间被遮住了 我们就要找到被遮住的部分呢 珠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被遮住了几颗 遮住了三颗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通过前面珠子的 对啦通过前面的珠子分析一下 看一下它们是以什么样的规律排列的 然后找到被遮住的三颗珠子 应该是如何去排列的 一起来读一读珠子的颜色都是 黑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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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格 黑白白 黑白白 小朋友们在我们读珠子的颜色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发现它们都是按照 对啊都是按照黑白白 黑白白 黑白白 按照黑白白一次排列的 那我们被遮住的三颗珠子就应该是 黑白白 这样呢我们就找到了珠子的排列顺序 并且啊把遮住的部分都补充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举一反三 小朋友们你们能指出画出盒子里串的四颗珠子吗 同样也是一串珠子 但是刚刚我们是三颗珠子 这里是四颗珠子被遮住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分析被遮住的四颗珠子 它们的排列顺序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应该观察啊 对啊 去探索前面的珠子 它们是以什么样的顺序排列的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前面珠子的颜色变化 黑白白白 黑白白 黑白白白 被遮住的部分 然后是黑白白白 黑白白白 小朋友们发现了吗 对啦 我们珠子的排列顺序都是按照 黑白白白一次排列的 所以我们被遮住的部分也应该就是黑白白白 那这样呢 我们就补充了盒子里画出的四颗珠子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牌例题三 根据规律接着画 小朋友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给了我们哪些内容 题目给了我们八个已知的图形的形状 需要我们根据前面的规律补充后面跟着的四个图形 那小朋友们 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前面已知的图形 它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进行排列和重复的呢 我们一起读一读已知图形 它们的形状分别是 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 正方形 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 正方形 小朋友们发现了吗 对的 我们发现它们都是按照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 正方形 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 正方形 重复排列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观察了图形排列的规律 得出已知条件 它们是按照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 正方形 依次排列的 那我们找到了它的规律 要补充它后面应该根的图形的形状的话 那就很容易了 对不对 后面的四个空格就应该是啊 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 正方形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举一反三 首先和老师一起来读一下题目 根据规律在横线上画出图形 一共有四个横线需要我们画出四个图形 那小朋友们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已知的 已给到我们的图形分别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 正方形 三角形 圆形 圆形 正方形 三角形 圆形 圆形 需要我们补充后面四个图形的形状 是不是就要让我们找到 前面的图形是根据什么样的规律进行重复排列的呀 对了 小朋友们好聪明啊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是按照什么规律进行重复排列的呢 告诉老师 对的 他们都是按照正方形 三角形 圆形 圆形 这样四个四个重复排列的 所以这是找的是图形的排列的规律 那我们已经找的它是按照正方形 三角形 圆形 圆形 依次排列的是不是就可以啊 回答出后面四个空格应该填写的图形 正方形 三角形 圆形 圆形啊 是不是非常简单 小朋友们都好棒啊 这道题目也完成的非常的棒 这道题目也完成的非常的棒 那我们再装头 好喔 好喔 感谢观看